女儿刚刚考上公务员 父亲就立刻觉得自己家高人一等 感觉自己的亲戚个个都像要饭的 根本就不配和自己家来往 不仅和几个兄弟断绝往来 连85岁的老母亲也不赡养了 谣言要与自己的所有穷亲戚撇清关系 生怕沾染一点穷酸气 影响自家飞黄腾达 85岁的杨桂英老人无奈地告诉谣解员 他生有五个儿子 只有老四一直跟着他在老家生活 其他四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 因此他也格外偏腾老四和老四女儿 直到2017年孙女考上公务员后 老四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不仅对他不闻不问 还多次辱骂刁难他 老五也表示 四哥不仅不再赡养母亲 还想动手打人 甚至直接断掉了母亲的生活用水 不仅如此 老四还让自己的公务员女儿 不准与几个书败亲戚有来往 还与兄弟频频发生矛盾 然而对于几个兄弟的指责 老四却有另一番说辞 老四表示他从小就不受母亲待见 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小时候还差点被母亲害死 而母亲却对其他四个兄弟非常好 这让他心里始终不平衡 才和母亲有如此大的矛盾 听到老四这样说 一旁的老五瞬间火冒三丈 势则老四睁眼说瞎话 并表示相比他们四 兄弟来说 老四还要多受母亲关照 老四因为和母亲住得很近 母亲常常帮老四做家务 还任劳任怨将侄女带大 现如今老四不知道感恩就算了 竟还污蔑母亲 面对弟弟的指责 老四突然话锋一转 开始指责母亲喂了老二 偷走了他七百斤的粮食 直到现在也没有归还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让他觉得母亲太过偏心 心里没有他这个儿子 成了他和母亲关系决裂的导火索 老二媳妇则说 老四完全是一派胡言 老二媳妇表示 当时他还特意问了老四 老四也同意借给他家粮食 这些年他还了四百多斤 再者他的丈夫 还曾帮老四盖了一个多月的房子 也没向老四要过一毛钱 再怎么说 二者都应该抵消了 何况欠的那几百多斤粮食 价格还不到一千块 他不明白 仅仅一千块 怎么就成了老四不赡养母亲的借口 随后老五又告诉调解员 他们四兄弟都曾问过老四 为何不赡养母亲 老四每次都有不同的谎言和借口 来搪塞后来 老四还和他们兄弟四个断了关系 说起为什么不想赡养母亲 四个兄弟认为 就是因为老四的女儿考上了公务员 老四便自觉高人一等 不拿正眼瞧人 觉得这些穷亲戚不配和他们家有来往 甚至连85岁的老母亲也不想赡养了 老二媳妇表示 自打2017年 老四在四兄弟的帮助下盖了房 侄女顺利考上了公务员后 老四就和他们这些亲戚不再往来 生怕他们要向自己借钱 求自己女儿办事 老大爷表示 老四就是在侄女考上公务员后 突然性情大变 变得目中无人 还看不上他们这些亲戚 也不再赡养母亲 还天天编造谎言 到处辱骂母亲 以前老四还是很听他这个大哥的话 可现在 老四总是无缘无故对他很有意见 老五也告诉调解员 按照习俗 他曾让儿女上门给老四拜年 谁料老四竟将孩子给赶了出来 中秋节他的女儿去给老四送月饼 老四看都不看 竟直接将月饼给丢了 他认为 老四就是觉得侄女考上了公务员 便是人中龙凤 他们这些亲戚都高攀不起 于是要和几个兄弟撇亲关系 都是他女儿参加公务员 还是这样的 对母亲很差 很差 我觉得我们全国都没有这样的人 按理来说 老四的女儿是杨桂英老人看着长大的 那么他又能否劝父亲和家人和好呢 令众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老四女儿只说他一直不在家 不清楚父亲和家人发生了什么 他不想掺进这趟浑水中 还让四个书拜和父亲自行沟通 随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听到孙女的这一番话 杨桂英老人十分痛心 老五则是指责侄女无情无义 看到家人找到了自己的宝贝女儿 老四急忙赶了过来 坚称他就是因为母亲的偏心 兄弟也欺负他 他才和家人闹成这样 对于老四的指责 其他四兄弟都不认可 一家人在生活中 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绊绊 可老四总是计较他吃了多少亏 别人占了他多少光 从不想想别的兄弟也为他付出不少 老四如今房也盖了 女儿也考上公务员 还成了家 不再需要亲人的帮扶 于是就编出一个又一个的谎言 要和他们断绝关系 拒绝赡养母亲 这让四兄弟气愤不已 争吵过程中 老四不断指责母亲对他的不公 对他没有其他四个兄弟好 而另一方则大骂老四不孝顺 逃避赡养母亲的责任 那么这一家人最终该何去何从 老四又是否会改变想法呢 随后老四女婿也赶来调和 在众人的劝说下 老四表示 母亲偷偷拿走的粮食 一直是他心中的一根刺 如果老二不将粮食归还 他便要和家里所有亲戚断绝关系 更不会赡养母亲 老四的一番话 再次令老二媳妇怒火中烧 他本就还了几百金的粮食 丈夫和其他兄弟 又帮着老四盖了一个多月的房子 没有索要任何公费 既然老四要将这笔钱算清楚 那他们也要求算清楚 在老二媳妇看来 老四就是觉得女儿考上了公务员 他和女儿都成了人上人 亲戚朋友都不配和他相处 他还想找借口不赡养母亲 调解原健壮 便提议兄弟间先把账算清 在商量如何一起赡养老人的问题 其他四个兄弟都同意调解原的提议 但老四却不断抛出矛盾 不断给出不赡养母亲的理由 最后直接离开了调解现场 剩下的四兄弟表示 他们实在没想到 老四会因为女儿考上公务员 变得六亲不认 他们会用法 绿的武器 维护母亲的合法权益 老四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 作为子女本就有赡养父母的义务 可老四在女儿考上公务员后 不但不赡养母亲 还四处散播母亲的谣言 甚至断了母亲的生活用水 将事情做绝 与四个兄弟也彻底闹翻脸 希望老四能早日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与其他兄弟坐下来好好沟通 将一切的矛盾全部说开 处理好母亲的赡养问题 也希望老四的女儿能好好劝劝父亲 不要轻易和家人决裂 屏幕前的你 对老四的做法有什么想说的呢 今天的故事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